哈喽大家好小九 我们来拉点玉米给鸡 因为那个鸡没料了现在 这里应该可以放两包吧 老板开始 放二百箱吧 我等一下我把这个放开去 可以啦就是这样子可以 两包够了 能装几包啊 应该蛮多包的 五六包都可以 笑啥可以装 也可以装的 你太不厚道了 你像这么大说 一样我听到你再笑我车行 我又肯定想笑 我又没有哭啊 我太狗终于卖上去五六包了是吧 嗯 这帮我装了 装了两包 我装两包 这个是那个玉米拿来喂鸡的 因为现在 没有什么料理根本是在吃玉米了 咱们的玉米还没 还没处 不要把你老板娘给丢进去了 哈哈哈哈 一袋多少斤啊 那得了得了 先拉三袋吧 这个小车车我看 受不了 一半 沙漠料要400多了 吃两天吃没了 嫂子先给回去再报 要寄 要寄成本哦 要用本子寄的哦 走了 手机是买个锁头 锁那个鸡 这个锁应该不小吧 可以吗 小吗 四半样子 哈哈哈哈哈哈 嫂子去拿 拿一点那个玉米 就是那个黑的玉米种子 还差一点 去买一个几包 因为我还不会开那货车 我就用这个车先拉几包饲料 也不是饲料啊 就是这种啊 就是玉米 玉米啊 就是整颗的那种玉米粒 就给鸡吃的先了 因为前几天用货车拉了 发个货车 然后吃完了 这个应该可以吃两天 三包 那就两包了 没有了吗 估计要四包才够 因为我那个黑色玉米还差差不多一亩地吧 还没有种子了 又种子了 就剩一包一包也不够啊 再去看一下 好像就只有这一家卖黑色的 前面去看一下 前面看一下有没有 我嫂子要买一个锄头锅儿 锄头锅儿 锄头棒子 一根够了没有 要不要多几盒 你没有那个怎么上呢 什么呢 上什么 上锄头 锄头你要不要 锄头 你要你就是给这一根怎么上了 锄头 你还要锄 那没有那个安的吧 哦 是这种是吧 有锄头 我们有锄头 我们有这个棍子 去这个 这个是十八块 这个 两块 两块 这个 这不是一套卖的 那我就要再来 可以啊 四块 四块 可以 你不要那个也可以 这个太矮了 小心这个铁锁 要不要 喂点他们吃啊 早上大哥喂过来 喂吗 直接三点了 现在下午了 鸡都进农了 大哥那个馅鸡他养了多久啊 吃的又多 一年了吧 一年干嘛 你怎么给我啊 没有啊 大哥 你怎么过来了 过来喂鸡啊 过来喂鸡啊 是啊 看见鸡鸡 你那个馅鸡你养了多久啊 我那个很老的 早上说你养了一年啊 一年了 我不行哪有那么大根 吃鸡鸡就吃了很多去了 还要吃割草给它吃 那你你这个鸡 吃了好多 之前我们拉那半车料吃完了 那没办法 吃最多就是那个馅鸡了 没办法 养种东西都这样走哦 那个草 到处外面的草都吃 有我就卖一点 没有了 那怎么办 那你养一年了 你都不出去卖掉 你养了 不亏本了 一般都是给草给它吃 吃一餐 亏一 亏一只 现在你养了一年了 你只不吃一餐就亏一餐 那没办法 农民就这样子的 有什么办法 对 卖 卖比药物就卖一点 他就跑出去吃那个虫子啊吃什么的 他不是这样子 三包料不去这么多鸡 一百多只鸡 不够两天 那多了有什么办法 多了 妳有什么仇恨 替Ó 够好 够了够了够了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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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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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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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够了 早上位十文 frater dollade 早上我们都多了够了 我地点炒 就到够了够了 他比跟他吃不白 他就擦髒了 我怕你今天那個雞要吃掉了 那個小徐告訴我那個老台搭東西回去 搭回去啊 搭回去就搭回去了 早上跟我說的 那你們是不是吵架 他說他要搭回去 那就讓他搭回去做 去一下他嘛 他搭回去那裡什麼都沒有 搭回去幹什麼 他說他要回家住 我不知道 又還沒有長大水 不就搭回去 你怕長大水搭回去 那你問他 他說跟我出不來他要回去了 這樣子 出不來一出了那麼久 就出不來了 那他現在覺得出不來了 我以為你們有什麼問題 那你就勸一下他嘛 他自己考慮好就可以了 你們相處那麼久了 你們不去一下 去一下外面又不搭回去 他想搭回去就能搭回去 就是他自己考慮好就可以了 他想了一晚上了 你也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就好 我去做飯了 你要不要去數一下他雞 有沒有少呢 不會少的 還是會少 慢慢我都來好了 還是會少 不會少 你這個性質實態 人家就被他賣了 算了 你養那麼老 還咬得動不 咬得動呢 怎麼會咬不動呢 還細節 是呀可以啊 自動的 好好吃的 特別香的 我走了啊 那就看了 好的 太小雞哦 不能讓雞少啊 剛剛大哥跟我說老台 我們搭回去了 因為我跟喜姐去拉飼料 做那個包米 你們要到家就直接過來了 估計我不在的時候他還走了 那自己考慮好了 就隨他吧 昨天晚上他也想了 一晚上了應該也想通了 那就這樣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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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